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新北市明德高中的孙志敏,三年前国中会考,只拿到2A3B,成绩只是中段班,身为新著名子女的他,受限家庭经济状况,从未在校外补习,靠着按部就班,紧跟学校课程性度,还有外语强降优势,上高中后犹如道吃甘蔗,如今大学学课却获得72级分。 新北市教育局指出,107学年大学学科能力测验成绩,新北市满级分,75级分,仅1人,但比起去年挂旦,仍有些微进步,74级分有3人,73级分则有8人,70级分以上人数共有53位。 其中明德高中的孙志敏,获72级分,身为新著名子女的他,拥有绝佳的语言优势,英文表现突出,曾夺下新北市英文作文比赛第三名,全国小论文竞赛特优,还是全校模范生。 明德高中校长张喜勋说,孝顺的孙志敏,刻余时间需要照顾弟妹,帮忙做家事,也从未参加校外补习。 当年就读明德高中国中部时,国中会考成绩更只有2A3B,进入高中部后反而到吃甘蔗,虽然没有额外参加校外补习,但孙志敏按部就班跟着老师进度,每晚更留校晚自己,遇到不懂的就立刻问老师解惑,全靠自己一步一脚印,让学业越来越进步。